伊波拉病毒从今年3月开始 在西非地区延烧至今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400人 赖比瑞亚更有官员 因此而拒绝回国遭到革职 赖比瑞亚总统呼吁 他希望美国能够尽快地对他们伸出援手 张张照片透露惨烈的疫情 赖比瑞亚因伊波拉而丧命的人数至少1100人 是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但日前10名高官 包括司法部的6名助理部长 2名副部长及2名专门委员 却不理会总统斯利夫的多次命令 拒绝反国 后来斯利夫决定通通革职 总统斯利夫置信美国总统欧巴马 请求援助 赖比瑞亚首都仍缺1000张病床 其他各地还需要多做治疗中心 根据华尔街日报表示 欧巴马预计于16日公布伊波拉最新防疫计划 是关于美国将如何扩大参与西非的防疫工作 届时可能会要求国会再提供8800万美元 来资助防疫工作 细节将在16日亚特兰大的美国CDC公布 新唐亚太电视张瑞珍贬译